你 你为何这么做 你自己不要活了吗 你是功本之人 没有任何人的命比你重要 你死了 他们也不会让我活 我赢了 我赢了 我和上天打了一个赌 我赌你喜欢我 我赌你 我赌你 愿意把生的机会让给我 刚才那碗药 才是真正的解药 你怎么这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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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赌你 阿云 阿云 袁长老 你为什么要害他 袁长老 阿云 阿云 啊 二人 缺了最关键的一位 是须鱼草 五须鲜 五项鱼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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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手脚的麻痹 都好了 好了 你也不可解了吧 恭喜云姑娘 恭喜职人大人 你刚才叫他职人大人 是的 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 在我心中 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之人了 所以 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实行之乐 没有 没有 你还记得 岳长老跟我们提过 三位最重要的药材吗 无疆 虚鱼草 解吗 这是岳长老 在跟我们问苍头诗呢 苍头诗 无 虚 解 无虚解 没错 实行之乐的毒 根本不需要解 曾经职人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 说实行之乐是无解之毒 我当时还吓了一跳 想说 职人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 能够解开无解之毒 才是挑战 现在才明白 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 不是无法解 而是无虚解 半月之营 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 若可迟迟不解 烈毒就会攻心 却无药可救 所以我吃下的 根本不是毒药 不但不是毒药 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 这也是白草菜 对于实行之乐无效的原因 没错 实行之乐在佛下后 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 但只要能熬过去 所有中毒症状 都可以自行消除